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中国传统的养生经验十分丰富 从两千多年前的中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到流传在乡间的谚语歌言 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在养生保健方面的大智慧 讲养生,先要说说身边的一些现象 一,女性比男性长寿 据报道,在全球各地的百岁老人中有一个共通之处 就是95%以上都是女性 为什么女性长寿? 如果说具体的原因可以找很多 但根本的原因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关爱自己 女性有了不适就嚷嚷,绝会去医院,让她们避免了许多风险 二,小病小痛,反而活得久 许多平时经常上医院的,时常病泱泱的,反而活得更久 为什么弯扁担不断? 只有生过大病的人才懂得健康的重要 有慢性病的患者,有非常强的自我保健意识 一有症状就上医院,稍感不适就会注意休息 所以虽然体弱,却可以弯弯斜斜活过90岁 三,英年早逝太多了 这种例子太多 为什么那些平时身体很好的中年人反而早逝? 关键是麻痹大意 仗着身体好去拼搏 熬夜应酬,结果过劳而死 人的寿命长短在于你本人是否有自我保健的意识 有了自我保健的意识,就有了养生保健的法宝 四,乱用保健品猛于火 俗话说,试药三分毒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药物不良反应住院的病人达250万 在住院病人中,每年约有近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 药原性死亡人数是主要传染病死亡人数的10倍以上 有人说,我服用中药是否就比较安全呢? 这也不全对 中药也是药,也有几分毒 再说说保健品 由于近来广告的狂轰滥炸 补肾壮阳,温补肾虚,弄得家喻户晓 忽乱服用补药不是中医学的理念,是有害健康的 五,少食长寿,贪食折寿 古代医书中有关饮食养生的内容很多 而许多经验都讲到两个字,节食 节食不是不吃东西,而是调控节制饮食的质量 古人说,夜饭减一口,活到99 若要安,常带三分肌和寒 临床上发现许多急性一线炎 但食症急性发作 心肌梗塞,脑溢血 大多与暴饮暴食,饮食过量有关 六,不偏闲,不偏昏,多吃菜 偏闲不利健康 江苏淮安除州区曾是食管癌胃癌的高发地区 后来有关专家对此进行了五年的干预 从每年每人摄入盐76千克降至10.20千克 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也随之稳步下降 中国营养学家建议 每人每天食盐不超过6克 也就是一啤酒瓶盖 不偏昏 高脂肪,高蛋白质的饮食 让我们的身体受不了 于是造就了无数肥胖儿 脂肪肝患者 尤其是许多30多岁的青年人 已经挺起了啤酒肚 这是很危险的 七,生命在于运动 步行是古老的交通方式 也是最经济,最简单,最安全,最有效的运动方式 研究表明 人群中运动组糖尿病的发病率 比不运动组减少30%到50% 现在有不少的上班组 上下班不坐车 改成走路或骑车上下班 这不仅可以健身 保持好身材 还能够愉悦身心 提神醒脑 使人精神抖擞 神才异议 八,没病也要定期体检 皇帝内经上说 圣人不治 以病治未病 所谓的未病是指 疾病尚在初浅阶段 尚未形成影响时的病 那么如何才能知道身体有哪些病 自己可能患有哪些疾病 这就需要体格检查 说到体检 有人会说 我身体很好 每天锻炼 不需要体检 我诊治过两个肿瘤患者 都是看上去身体非常健壮的男性 一位是山东人 每天坚持锻炼 身体也很好 但不明原因的腹泻持续一年 结果发现肠癌 已经肝转移 一位是无息人 身体也很好 爬山时 年轻人都赶不上 但上腹部隐痛 持续大半年 结果发现是胃癌晚期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九 平常心才长寿 攀比心遂折寿 养生先养心 这是中国传统的养生理念 养心就是调整心态 尤其是日常生活的心态 是一种世界观 价值观 荣辱观 幸福观 心态好就长寿 心态不好就生病 看看当今和别人比较 已经成为经济社会中 人们生活的一种习惯方式 而比来比去 你总不可能是第一 生活的泪 一小半源于生存 一大半源于攀比 俗话说 人比人气死人 比来比去 总达不到自己理想的状态 于是厌世 于是颓废 于是抑郁 于是想到自杀 所以很多疾病 大多与心境有关 我说对于在职的中青年人来说 不比财富 不比地位 要比知识的占有量 要比对社会的贡献 要比人格的修养 对退休的老年人来说 不比财富 不比身体 要比快乐 比轻松 比谁活得自在 十 高心不如高瘦 高瘦不如高性 人在愉快时 吸体分泌有益的激素 神经地质 有些酶的活性也增加 这些物质 可以增加神经的兴奋性 调节脏气的功能 增强体质 所以说 开心也是药 那么开心药在哪里 一个和睦的家庭 是维持健康极其重要的条件 恩爱的夫妻生活 能带来许多的乐趣 也是健康的重要支柱 调查发现 缺乏伴侣的孤独的健康者 在十年左右时间内 死亡的可能性 是其他同样健康人的两倍 助人为乐 积极发挥娱乐 为社会做贡献 比如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 参加社会慈善活动 能让人开心 不少老年人喜欢聚在一起 唱唱歌 跳跳舞 在歌声中心灵得到进化 能激起对生活的热爱 是特别好的保健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啦